第2轰炸机是由美国诺斯洛普公司与波音公司联合麻省理工学院 为美国空军研制的一款用来执行深入以纵深进行高危险常规轰炸 和轰炸任务的远程战略轰炸机 该机突破性的采用了非议布局 加之采用了多种隐身措施 因此具备了很强的隐身能力 同时该机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服役的隐身远程战略轰炸机 该机机组成员为两人 机长20.9米 机高5.1米 机长52.12米 采用四台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F1-8G1005加力波轮风扇发动机 推力为77000牛级 可携带25358加轮的航空燃油 其最大频飞速度可达0.95马赫 使用升线为15152米 最大航程可达11675000米 B2远程轰炸机配备了一台 MVP-6181型相控制雷达 这种雷达可以用以精确的探测地面水面目标 从而为B2远程轰炸机的精确轰炸提高极大的帮助 在机载5G方面 极飞重量达到152635000克的B2轰炸机 可携带许多不同种类的机载炸弹导弹 比如MK-82炸弹 GPU-27精确制导炸弹 B61核弹 B83核弹 AGM-129空射和巡航导弹 车缩DESOM等 综上所述 作为全球唯一写性能 如此强悍的以身 远程战略轰炸机 B2当然可以说是这一领域的孤独求败 当然也因为如此 造成了极价格极其昂贵 故而对于美国人而言 其也只是装备了21架 而随着美国和中国新一代 隐身远程轰炸机的出现 将来B2在这一领域孤独求败的现象 也将被打破